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有個網友傳了抖音上的影片給我 裡面小粉紅說什麼呢? 中共目前正在動工蓋海上圍牆 要把中國人都給保護起來了 阻斷日本的廢水污染到中國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啦 好啦,其實看完之後除了無奈 相信大家還是無奈吧 想也知道,這是粉紅在意淫啦 把中國自己在各地挖礦的影片 斷章取義說中國現在要在幹海上圍牆 我就問,海水你要怎麼阻斷? 阻斷你家航母怎麼出去玩? 你家潛水艇怎麼擱淺? 你的青島基地怎麼辦呢? 阻斷了你中國周邊的海會變死海 會越來越險哦 到時候真的會變鹽荒子村哦 而且我們從實際面來講 中共真的要執行這個計劃 得花上幾年?50年要不要? 要花多少錢? 剛好把爛尾樓的材料都拿去填海嘛 假使啊,中共今天真的要蓋海上圍牆 我第一個跳出來贊成 而且我賭100% 台灣絕對不會被你列入到牆內 那我們從哪裡可以觀察的出來 小粉紅究竟知不知實打 中共今天要蓋這個長城 台灣沒有被納入 如果小粉紅打從心底認為啊 這個決策是對的 那小粉紅絕對會 100%同意 中共不把台灣列入 我自己吃好了 住好了 穿好了 保護我自己 我為什麼要帶上你們這些叛徒台灣人? 但如果今天小粉紅知道這麼做很可怕會把中國做死 所以他就會拉上台灣 台灣啊你一定要跟我蓋在一起啊 為什麼沒有列入台灣? 所以我們其實從這一點的心理層面可以看出來 小粉紅內心喜不喜歡中共的政策 這套邏輯啊帶到中國任何一條政策都是行得通的 那我想應該有點老的人都知道齁 台灣至今跟全世界98%以上的國家一樣都進口日本的食材 所以台灣你根本管不著 不然裴洛西來台灣的時候你怎麼爽辣?說好的軍機半飛呢?對吧 所以這個牆蓋了之後台灣就得救了 小粉紅就好好在牆內做你的中國復興夢 而這套牆如果蓋成了 再加上翻牆這個黨嚴格控管的話 連掛VPN都掛不出去 我跟你各位講 不出二十年 到時候的中國人 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會相信 全世界只剩下中國14億人口還活著 其他國家的人口都S了 因為一直吃日本的食物 因為一直去碰海水 都是日本的廢水 都S了 真的是楚門的世界啊 而現在還有小粉紅 要幹嘛?要抵制Seven 列出了自家附近所有的Seven 所以要拿U型索去砸這些Seven 真的搞笑耶 記得啊 中國高鐵也要抵制一下 中國高鐵裡面最不起眼 但是最關鍵的材料是日本製造的 全世界也只有日本製造的出來 高速行駛中不會因為震動而脫落的螺絲 缺了這塊螺絲啊 中國的高鐵是不可能高速行駛 雖然中國高鐵這個材料 零件引擎都是來自法國 德國英國日本的 但他們還是堅持說 這是中國研發製造 對啊 你掃了這個螺絲 你高速行駛 開出去就會變飛機啊 所以螺絲記得要抵制一下啊 那螺絲不用日本了怎麼辦 咱們中國人自己做的出來對吧 可以包給這家河北的工廠做 來 時薪啊 從4塊到9塊錢人民幣都有 絕對管購管保 還包吃包住 這個就是中國特色啊 台灣人看了都羨慕死了 希望蔣萬安啊 在中國的同時 也可以好好考慮 是否啊 要回歸祖國大陸 畢竟你都說了 你們都是中國人 代表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不要再給我模糊概念 欸 我說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他說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要這樣子 全民說出來 不要再把它簡稱 當作國民 把國民當作是政權執政黨了 好嗎 帶大家來看一下陸籍中國的好處 加入中國國籍到底有多難 加入中國國籍 難道超乎你的想像 李延杰兩次申請改回國籍 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成龍也說過 中國國籍是世界上最難入的 據統計啊 現在有900萬的外國人想加入中國國籍 然而從1949年至今 70多年的時間裡 僅有極少數的外國人加入了中國國籍 而且這些人呢 都是有著卓越貢獻的外國人 比如獲得中國翻譯文化中山群隊獎的沙伯里 創作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鄭瑞成 因此也有人調侃說 你與中國國籍之間就差一個諾貝爾獎 中國國籍還被很多人稱為保命符 2011年利比亞內戰 中國只用了短短8天的時間 就將上萬名同胞全部安全撤離 速度震驚了全世界 2015年野門內戰 中國拍戰艦艦隊參與撤僑工作 短短幾個小時 撤僑數百名中國同胞 這也是電影《紅海行動》的任性 在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 我們再次感受到了偉大祖國的強大 一生動員 上萬名白衣天使連夜趕赴武漢 一生耗力14億中國人 不出門不添亂 一生責任 上萬名建設者 數百名挖掘機同時上任 10天建成火山山 12天建成雷山山 免費醫療免費疫苗 身為中國人 誰能不驕傲 誰能不自豪 一本中國護照 可能無法帶你去所有的地方 卻能在你遇到危險的時候 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接你回家 護你周全 此生無悔入華夏 來世還做中國人 按這個邏輯來說 世界上最難入籍的國家 應該叫做朝鮮 叫做北韓 所以它是世界第一 不然我問你啊 你可以舉例出 誰入籍的朝鮮 誰入籍的北韓嗎 沒有人想要去加入你 然後你就說 是因為我們標準太高 這就是中國的邏輯 我自己沒有訂單了 所以我今天開始宣布 我不接你的訂單了 我不炫你們的訂單 殊不知是沒有人找你 就像我們平常不會去吃屎 然後呢你就說 你看 就是沒有人要吃我們的食材 所以就是你們吃不起 你們買不起 誰想去吃屎啊 卻能在你遇到危險的時候 把你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接回來 既然你去不了要怎麼接回來 所以證明什麼 中國可以免簽的國家 都是很危險的國家 喪事喜辦 對不對 然後你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好多 好多中國人躲在房東 房空洞底下 然後再繼續罵烏克蘭 罵台灣罵美國 那個影片我們都分享過了 你們該不會都忘了吧 剛開打的時候 很多小粉紅相信那個 戰狼的電影 把中國國情拿出來啊 我就保平安沒事 結果呢 烏克蘭人看到 把你打最慘 然後那個時候 中國政府是不是發文呼籲 嘿 在烏克蘭的中國僑民啊 不要把五星旗亮出來啊 很危險的 我們接著看下去哈 記得哈 統一之後我們台灣人的小孩 也要變這樣了 看清楚哈 希望啊 希望啊你們都可以把這一招啊 弄在打江山部隊身上 當你們被打江山部隊破壞的時候 記得啊 你在學校學了 哈哈 記得哈 還有還有還有 不用反駁說什麼 這是電影特效 這是電影什麼 你要知道啊 這是在那個年代拍康二神劇啊 每個中國人都這樣子啊 那二戰就不用打了啊 你中國就直接征服全世界啊 那麼厲害喔 雖然中國現在沒有打算蓋海上長城 但是在地圖上已經率先一贏了一波 中國推出了最新地圖 將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在南海主張的領土 列入了九段線的範圍 引起了眾多國家聯合的抗議 而在昨天啊 英國外相出訪中國 但英國的議會啊 馬上發出了一份叫做 中和審查印太地區的一個報告書 蠻厚一點的啊 裡面有幾頁就指出啊 台灣是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英國應該協助台灣免遭受到中國武力的迫害 那最近啊 美國也打算在九月多開了聯合國會議提出啊 台灣未定論 指出中共扭曲2758號決議 當年參加會議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也知道這一點 但對於中共而言啊 他有絕對否決權 即便95%的國家都同意台灣進入 他還是可以否決嘛 而且他身為一個流氓說過的話 即便簽過的協議都是可以違約的 中英聯合聲明 可以被他說成歷史文件 他們以前跟西藏跟新疆簽的 現在新疆跟西藏都變成他的領土了 而中共在聯合國啊 是繼承中華民國代表大陸常任理事會國哦 所以啊台灣未定論是不包含 金門跟馬祖東沙南沙那些島� 因為這幾塊是中國自古以來領土政權 可以合理且合法擁有的 啊當然啊最終是拼槍桿子 不管是中共或是中華民國 都是可以有就對了 但台灣當時啊 是被美國交給中華民國托管 不巧遇上中華民國內戰大陸領土禁師 所以啊你只剩殖民地 你只剩托管地了怎麼辦 我只能把托管地殖民地變成我既有領土啊 不然我領土剩金門跟馬祖 我怎麼跟中共玩呢 我怎麼反攻大陸呢 美國啊也只能暫時啊 給中華民國托管台灣管理台灣 所以為什麼你們可以發現 不管台灣哪一個候選人總統候選人 真的是不管哪一個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新成立的各政黨的總統候選人 獨立參選的人 為什麼一定得到美國去 因為是美國受理中華民國先托管台灣的 看不懂嗎 要是當時中華民國沒有內戰 中華民國托管啊 我們早就跟菲律賓夏威夷那樣自主決定 別說中共會不會拿下台灣啊 肯定是不會的 即便這個內戰中華民國是撤到海南 我們也不會被中共拿的 為什麼 因為政權傳承要合理合法 前朝沒有消滅就是一個肉中刺 所以前朝到了其他地方 那當然就是主要是消滅它 那如果按你們這麼說 喔台灣當時中華民國沒來 我們會變成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領土 那菲律賓怎麼沒有變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前的一個例子 大明帝國1368年成立對吧 但統治過大陸領土的蒙古帝國 1635年才滅亡 難道蒙古帝國因為失去大陸領土 就此不存在於當時的世界上嗎 確實啊 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 我們可以發現 他只寫原滅亡於1368年 明成立於1368年 但不是嘛 原只是蒙古帝國裡面的一個分支 是蒙古帝國是16幾幾年才滅亡的 所以在中國歷史中啊 是這樣子寫脈絡的 只要我打不過你 但你已經被我租出了中原 你就滅亡了 因為我打不過你 我只能在這個篡改中把你滅亡了 這就是荒唐的大一統歷史觀 所以為什麼大明成立之後 朱棣、朱祺正、朱祺鈺 不遺餘力的北伐蒙古帝國 雖然都失敗告終 最後只好使出中華民族的大絕招 好你不存在 你被我滅亡了 因為你沒有控制我北京 你沒有控制我北平 所以啊 今天中共打來金馬 是符合所謂他的內戰 但台灣澎湖是未定論 所以中共至今為什麼 從這個古林頭戰役 從823炮陣 他沒有直接對台澎動手 今天即便台灣脫離大中華的框架 叫做台灣國之類的 我們也不被允許加入聯合國啊 就如我前面所說的 中共已經有絕對否決權了 而中華民國在台灣領土上 不管過去現在未來 他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他前面已經講了七十幾年了 今天你不管脫不脫離中華民國 你已經有那個包袱 你已經有那段歷史了 所以你是不可能在他倒台前 成為一個真正在聯合國上存在的一個國家 但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循序漸進的脫離大中華的框架脈絡 這個脫離不代表我們的文化是脫離的 而是國族道路發展的脈絡啊 會不會好我不知道 但絕對不會比現在差了 好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再見了 掰